国传堂抬头看匾额提上 礼毅廉耻四个大字 这是校使将近一甲子的 头份新兴国小 校内还保留悬挂 当年新生活运动下的 四维产物 不只这里 还有竹南国中的校内 一样有这一块 礼毅廉耻的匾额 学校的教育 实际上在平常 老师的生效 研究 还有课堂上的一个教育 有没有礼毅廉耻 这都是学校应该要教导的 礼毅廉耻的匾额 再度登上版面受到讨论 关键就在苗栗县长中东景 为了落实品德教育 要求县内国高中与小学 2024年的寒假后 都要恢复悬挂 截至目前为止 统计144所学校中 有39所仍旧保留悬挂 我们寒假请学校这边 把礼毅廉耻的 我们的重要的精神意涵 把它用各种多元的形式 把它展现出来 但不限于排扁 如果只是挂上排扁 没有实质上的作为 那等同于是背诵教条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于教学的整体 是本末导致的 早年的当然 校训礼毅廉耻 再搭配后来各级学校 各自订定独有的校训 中东景这番宣布 也强调无关108克纲 至于教育部长判文中透露 尊重地方政府的做法 但也强调 从来都没有废止礼毅廉耻 感谢我黄梦珍苗栗采访不到